空中的梦想家 就爱给你一爱 我是偷听史多利的康娜 我是卡拉 百无禁忌独占计划 跟我们一起度过四季玄奇的夜晚吧 星期二的晚上 9点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 欢迎来到百无禁忌独占计划 我是偷听史多利的康娜 今天这位来宾呢 上次我们又聊过了是塔罗牌 是塔罗斯伊登 嗨大家好我是伊登 我们上次聊的是塔罗牌嘛 然后这次聊的主题很特别 我们要聊的是催眠 对 老师也有催眠的经历 对 老师也是催眠师嘛 其实也是跟塔罗牌有什么样的连结啊 其实催眠跟塔罗 他的连结其实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啦 因为催眠是透过引导的 例如说去引导你 例如说你可能会看到光 你可能会看到什么样的影像 透过催眠师 他去一步一步引导你 然后去看见 去想象出来的一个样子 所以是老师会引导我 然后去想象出一个画面 就是就是那个那个影像意思就是你潜意识的一个投射 你所看到那个影像就是你潜意识生成的一个记忆 老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也是接触到催眠这一块的 接触催眠大概六七年前对 当时也是抱着怎么样的心态觉得催眠 你有先测试过催眠这件事吗 有就是催眠这件事是我一直来都很好奇的 那因为我在身心灵已经十八十九年了嘛 那催眠是我算后期学的 因为有一样是同领域的同学他去学 然后我就说那我也要试试看 他就帮我催眠 老师可以分享一下当时你看到什么东西吗 我催眠其实催眠他那时候帮我做的是一个前世回溯 那前世回溯就是你会回到以前更早以前 对那时候眼睛睁 我那时候看到的催眠影像是看到我在山上 对然后山上旁边那些都不是人 对都都是某种某种精灵或某种 某种不存在于现在时空的东西 然后催眠是要我尝试跟他对话 那尝试跟他对话你可以获得一些起悟 对当下的起悟就是一种意念穿到你脑袋里面 你会听到就是看你每次催眠的敏感度的不同 有些人他会闻到香味 会看到会听到有些人他会看到实际 有些人他会看到模糊的画面 哦还会闻到味道啊 哇因为我之前我之前有给另外一个老师尝试过催眠 因为我自己也真的很好奇啊 然后呢他就跟我说好现在闭上眼睛 然后就开始做一些引导词 我有点忘记细节了 但是他就跟我说你没有看到你家的客厅啊 以前是不是长怎么样的 然后就叫我打开门 然后看到是不是有一个军人还是什么的 我就发现欸我看到的确是一个穿古代服装的人 他就跟我说欸其实那个就是你自己 我就觉得喔好不可思议喔 但是我就一直觉得 这听起来好像是我自己的想像 人的想像力很丰富 我要怎么去判断他到底真的是我的一个潜意识吗 还是只是单纯我的想像力丰富 就一样啊如果你今天 其实有几个方式可以判别 第一个是如果他要你想像出 你看到的第一眼是什么 为什么你想到的是军人 那如果他没有去引导你是军人 为什么你看到的是军人而不是小孩而不是妈妈而不是爸爸 那这个军人就代表我们潜意识里面的一个连结 他是有意义的 嗯对 那每个催眠师他都需要多久的训练才可以成为一个催眠师 是基本上催眠师的话他就是看你的机构 就是催眠师他是一个有征兆的一个机构 哦他是有征兆的 对然后像我我之前的机构是NGH 那他是训练100个小时 就是你必须实作100个小时之后 然后把你的个案回给那个协会 然后协会才会发证照给你 哦那100个小时他必须都是成功的吗 基本上都必须是成功的 就是失败的话就不会被列入这100个里面 对 哦那每个个案的时间100个小时 会不会我今天有个个案我就是每天找你 然后就是我只有可能每天就找你一个两小时之类的 会不会会变成说你的那个人的那个那个叫什么 你的资历会比较少一点 当然啦那基本上会建议是不同人 但其实每一个人被催眠每一次的催眠所看到的都不一样 哦那所以他运作的模式会是怎么样 就比如说引导好了 你会先开始做什么样的事情 让大家静一下心吗 通常的话他就会做一些催眠式放松嘛 就是会叫你深呼吸啊 然后讲一些引导词 那引导词会去诱导你进入催眠状态 例如可能是走楼梯的方式啊 可能是倒数啊 嗯 那种种的方式 然后去引导你进入更深的催眠 哦就是先一步一步来 对 所以前面要先让他静一下心 对 那静一下心如果今天是一个 呃比如这个人啊 他个性 是一个烦躁的人 他很常会生气 那是不是就不适合催眠了 如果你是很烦躁的话 主要催眠的话 就是你要专注度是够的 就是你注意如果有办法集中的话 那就可以被催眠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因为当时我在尝试催眠的时候 我有跟老师说 我觉得我是一个很难专注下来的人 我每次很常会一心而勇 那我想要同事做很多事情 那种状态的话 的确是比较难进入是吗 对 那怎么办呢 因为这正常来讲催眠 他就需要你专注的去听那个引导 那你必须要注意力有办法集中 你才可以 对 所以像小朋友是没办法被催眠的 因为他一下会想 动张希望 他一下会想要做A 一下做B 哦 原来是这种实体上的一些动作 因为我的想像是 当我在听这个引导词的时候 我脑袋里面会出现好多好多声音 跟好多好多画面 这个也算是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的一种 催眠在被引导的时候本来就会出现画面 那这其实就是催眠的一部分了 嗯 可是他是直在引导的时候就出现了 对引导就会出现了 哦 是这样啊 好 欢迎回到飞碟联播网百无禁忌独战企划 我是偷听史多利的康娜 在我旁边的是塔罗斯一的老师 我们刚刚在聊催眠的这个部分啊 因为我是一个自认 占助力没有办法很集中的人 我还记得当下我在给那个老师催眠的时候 他才开始引导词 我头脑就已经浮现了好多好多好复杂的画面了 对这是正常的吗 正常啊 那会不会是你就当下期时机被催眠了 但你不知道 啊我没有想到这件事情耶 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好像进不去那个状态 因为催眠他有时候 一开始你以为没被催眠 但其实你已经被催眠了 哦 我那时候是跟一个位朋友去 然后那个女生朋友呢 他也尝试给那个老师催眠 当下老师做了一个动作 让我们到现在还是匪夷所思 真的 我们在老师在讲完引导词之后 他就开始跟他讲说 好你现在想像你小时候画面 你看到什么 然后讲完之后 当然女生就觉得他进不去进不去嘛 没有办法进到那个画面 这时候老师就用力的扯了他的手一下 往下拉他说进去 进去哪里 对进去哪里 我当下就觉得我好像有看过一些大师的影片 的确好像有做一些压制 或者是拍他一下的动作 但我没想到那么剧烈 拉他的手一下 但是当下他的反应就是 他跟我说他事后分享是吓到 他说我吓到了 然后我说可是你后来好像还流眼泪耶 他的反应说他就是开始哭 然后好像看到一些他觉得很悲伤的画面 这样子 我就想说所以你进去了 老师有成功让你催眠了 他说没有 我那是演的 他觉得不想让 他说他不想让老师没有台阶下 所以他演了这段流眼泪的部分 我说你真的是很厉害 那老师我想问一等老师 我们这样拉的这个动作是有必要的吗 为什么要拉他进去啊 吹眠有两种 吹眠一种就是 刚刚你说的那种用拉的 那叫干预式催眠 就是他可能会打你的后脑骚 他可能会有一个指令 他可能会拉你的手 制造一个断点 然后让你脑袋空白 有道理耶 因为他打你一下 你当下就吓到了 你吓到 就是有干预式催眠 那跟非干预式催眠 非干预就是我说的 就是引导词啊 要你去想像啊 想像你家里啊 这些 那老师你两种都做过吗 基本上我比较不做干预式的 那我回到一个问题 就是会不会真的只是我的想像啊 因为我就觉得我想像力很丰富啊 其实我看到的画面感觉会不会是我最近看电视机 然后刚好看到某个影集 我就想到那个画面 但有些有些人就是就是回归到原本的问题嘛 就是为什么你今天想想像的想像的是可能是一个房子 而不是一个大楼 就是你要去想 那平常可能跟个影集 有些人会说那可能是我原本就会想到啊 那为什么你没有来春门之前你没有想到 那有些人他可以去仔细的去讲出细节 例如说这个房子里面有个书 书翻开第32页是什么 对 就让我想到一个台湾的传统仪式啊 就是习俗叫做观落影 对 跟那个 对原成功好像有点像 对就其实原成功也是催眠的一种 对手法不一样 手法不同 宗教也不同 对 就是原成功他其实在国外也行之幼年 他叫心灵殿堂 那概念是一样的 那催眠他也可以带你进入原成功 然后所看到的画面跟公庙的一个仪式一样的 那公庙只是借由仪式去催眠你 那仪式是一个引导 那催眠是利用的引导 他不是一个仪式 哦 所以其实也是进去看房子 对 然后房子不同而已 那会不会有些人 因为听起来就是他潜意识里面的东西吗 那这个潜意识是跟记忆有关系的吗 潜意识的话 如果就催催眠里面的理论啊 我们认为催眠里面就是冰山理论 就是人的潜意识 就是有很大的储存都储存在地下 对 就是海底下 那海底下 这些储存就是我们雷式的 我们从以前就储存到现在的 雷式不是这一式而已 对 就是躯壳会换 对 那你现在所拥有的显意识 就是我们现在的意识形态 它只占你一部分而已 可能10% 20% 但你还有很多七八十% 是你长远以来的意识 就是俗称的一个潜意识 哇 听起来是蛮复杂的 等于说我在被催眠的状态下 我要去判断它是哪一式的意识 这个也是很困难吧 对 那我为什么会显现出军人 就可能我只觉得这一式 他的记忆对我来说特别深刻吗 也可能说这个对你有特别的意义 哦 对 那如果我要催眠的话 通常是怎么样的人会去找医生老师催眠 就是他需要 可能他失忆了 还说他生病了 然后才需要做催眠 其实催眠每个人的意义 每个人的用意都不一样嘛 那其实催眠是最常做就是前世今生嘛 或者是原成功 其实就是最多人好奇 嗯 因为好奇来做催眠的是最多的 嗯嗯 对 那其他的他可能就是他有一些恐惧 例如他怕水 哦 他为什么怕水 他没有搞清楚 他这辈子没腻过水 嗯 对 那他可能就催眠就发现他过去有腻水过 对 那这个是有办法解决的吗 就是他其实催眠知道了之后 嗯 我们能下一步是帮他解决这个心结吗 哦 通常就是 就像我说的 就是有些人他天生怕水 嗯 那是源自于他 妈妈还在怀孕 怀他的时候 他妈妈腻了水 那他把这个记忆记住了 所以他天生怕水 他觉得水很危险 嗯 那藉由催眠回溯 回到胎儿的时候 去克服这个问题 还可以回到那个时段去克服问题啊 对 哦 哦那当下就是一样是要透过老师的引导词 跟我说当下要做什么事情这样做 对 哇好不可思议哦 我都觉得 人 感觉真的很奇妙 我知道人很多事这件事情 只是不晓得说我们竟然可以把那么多事的记忆 一直埋藏在我们心中 对 那如果不要说过往事好了 我们说现在 比如说我上个礼拜 我忘记了一件好像很重要的事情 我能透过催眠来帮我想起这一世的事情吗 有可能 就是透过 因为就是催眠他你也有个手法 就催眠回溯他可以让时间倒转嘛 嗯 回到当下那个时间点 哦 对 就像是我这一世也可以 对你可以重复去观看你当下那一天的干嘛 哦 上个礼拜也行 对 昨天也可以 对 那会不会有那么多案例会你问你这些比较近的问题 通常不会 通常都会问前世这样子 或者是问更早以前 嗯 老师有没有听过他的前世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比如说他是一个九尾妖狐这种 很多啊 就是有些人他可以 就是这为什么说催眠是可以被相信的 因为催眠 有些人他催眠他是催眠到很古早的 那他可能是某个伟人 那他可以把所有的历史讲出来 包含所有发生在什么年代 什么时间 包含什么可能他当初的东西是遗落在哪 他都可以讲出来 你说他在被催眠状态的时候他可以讲得出来 对 那有些人他催眠他会讲一个不一样的语言 就以前我们有遇过 然后那时候同学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有遇过 就是有一个同学被催眠 催眠之后他讲一个语言是我们不认知的语言 然后同学把它录下来 嗯 然后就请一个语言学家解析 他是一个埃及语 他是有意义的 那这是怎么解释 对真的是怎么解释耶 其实我不可能啊 像我是马来西亚人 我可能是学中文英文马来文 就这样差不多了 那如果今天突然讲的是西班牙文的话 那这代表是我前世的记忆 对 那我能不能靠这个催眠来唤起我的语言能力啊 可以 可以 这也是催眠常做的 对 这就是如果 如果你今天可能语言能力不太好 那你可以藉由催眠 找寻你有没有某一次的记忆 你可能是个外国人 然后就唤醒那个时候的长处 嗯 然后等于说我唤醒了之后 我可能还是要学啦 只是学习速度就变得更快这样子嘛 对 哇好厉害 大家是学起来吗 其实催眠也是个补习班你知道吗 不是只有引到你前世今生而已耶 对 那如果除了这个部分的话 会不会有人想要说 嗯 我想看一下我跟现在的女朋友 她的关系是什么 也是可以用催眠来看吗 能不能看吗 应该说催眠 他可以看到跟你重要的人事物 例如说 例如说催眠回溯的时候 会看到 跟你有观念的人 嗯 那跟你有观念的人 你可以问他说 他是你现在的谁 哦 就只能问这个 你就会知道说 为什么你跟他会吵架 那可能因为某个时间点 里面有发生某些问题 所以你才会跟他吵架 哦 我也可以问到那么细耶 对 因为我想说如果催眠的话 好像只能问自己跟他关系 所以可能在他的那个催眠里面的话 他对我的关系也是不同的这样子 对 嗯 那如果催眠他会有什么副作用吗 比如说我刚刚说那个体验嘛 那个被拉了一下 他脑袋空白那一瞬间 如果以玄学的角度来说 你知道吗 人突然间被吓到之后 他的神就会走了 鬼就会附身 道理是一样的 那如果是催眠的话 会有什么副作用吗 如果你是找一个合格的催眠师的话 他基本上是没有副作用的 嗯 对因为催眠的时候 其实意识是清醒的嘛 嗯嗯嗯 对 那通常如果有副作用的话 就是会神跑掉这件事 回不来 有没有听过回不来的案件 回不来的话是不太可能 因为你的就没有离开啊 怎么会回不来 哦 就你神一直都还在 对 就是让你回溯你的记忆而已 对 好如果是 我看到电影有一种是 催眠拿来做坏事 嗯 就是他可以把你变成另外一个人 嗯 他就可以说你现在是一只狗 或者是猫 掉 然后你就开始喵喵叫 对 老师为什么笑成这样 是觉得不合理吗 那其实是不太可能的 这其实大众认知的就是 舞台催眠秀嘛 就是你会变成一个铁板 你可能会变成一个 一个树 对 你可能会变成一个树 你可能会变成一个石头 然后其实舞台催眠秀 他终究是一个 以秀为出发点的状态嘛 嗯 那要达成这件事情不容易 嗯 就是你的 你的暗示 就是你 被对暗示的接受度要很高 要百分百 嗯 你要没有任何抗拒 嗯 然后你要催眠敏感度高 所以不可能说随便催催催眠一个人变成一个树 一个狗 一个猫 听起来也不合逻辑 就你是一个人 怎么可能会变成一只猫呢 对 就是他就是一个影片 哦 他可能就是一个秀 这样子 嗯 所以催眠比较像是一个心灵治疗的部分 催眠他没有办法去做你抗拒的事 你抗拒的事情 就是当事者抗拒的事情 嗯嗯嗯 所以如果跟其他的心理治疗比起来的话 催眠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催眠最大的特色就是 他可以去寻找你已经遗忘的 就是你已经遗忘的 或是你根本就不知道 会因为这样的事情所造成的一个挂碍 嗯 有些人他可能他去心理智商 那他会讲 哦因为我有可能因为我害怕什么 所以我才会这样 但有时候根本的原因可能不是 嗯 那催眠他可以寻找到最根本 就像我说的 你可能是胎儿的记忆 嗯 你可能是十年前的记忆 嗯 对 所以通常这种情况都是因为 可能他今世有什么一些阴影 他没办法去化解的话 就会来找你 对 OK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再跟伊德老师聊更多 关于催眠的部分 我们稍微再回来 非蝶联波网百无禁忌独占企划 我是偷听斯多利的康纳 欢迎回到非蝶联波网百无禁忌独占企划 我是偷听斯多利的康纳 在我旁边是塔罗斯也是催眠师 伊德 我们刚在聊吼 这是关于催眠这一块 如果可以回溯人的记忆的话 那是不是可以跟一些警方合作啊 因为你知道有些犯人或者是一些受害者 他们可能有些记忆消失了 那他们需要催眠师把他换起来吧 其实这个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因为透过催眠回溯本来就可以寻找回到当下的记忆 那如果你当下真的有看到 那或许真的可以从催眠中找到 遗忘的例如车牌啊线索 那如果今天这个人不愿意被催眠的话 就只能用强制催眠的方式吗 如果他不愿意就做不到嘛 因为我们有说催眠他没有办法去抵抗你的意志 哦 因为我看过很多电影就是那种 他可能在你经过他的那一瞬间 他就把你催眠了 甚至有很多这样的都市传说 就连我小时候我在马来西亚听到 就是有一个姐姐她不知道为什么 她精神状况都很好 然后突然有一天她就提了一大笔钱 然后给了一个人 后来问她说发生什么事情 她说我不知道 这个她说有点怀疑是被催眠了 所以她才把这个钱提给了别人 那不是被附生吗 因为如果你今天说催眠 她可以随便就请人家提一大笔钱 那我们就不需要工作了嘛 没有这个是犯罪了嘛 这不能这样讲 我是意思是说 是不是能透过什么指令 然后让催眠完成 催眠它确实它是可以透过一些指令 就像我说的干预式催眠嘛 拉你的手 或者是透过一个打你的后脑勺 就是去分散你的注意力的时候的一个断点 制造一个断点说 有机会 但是那时效是很短的 就是几秒或几分钟 不可能说你还去提款 还走去他家 还给他钱 我刚想象是 会不会他走去提款的时候被人家拍了一下脑袋 那就吹了 不太可能 想象力太丰富了是不是 那我们平时看到那种说 好那我数到10 第10的时候你就会进入一个状态 那这个的话又是另外一种 那是一个催眠暗示 是催眠暗示 催眠暗示 这个是常用的手法 例如说借由倒数 借由爬楼梯 对那其实这很常见 其实我们我们在平常都常被催眠 例如购物台 或者是销售 对它的倒数都是催眠式行销 哦 跟你说最后只剩几秒钟赶快购买 这样子都是催眠 或是要涨价都是一样的 哦有道理耶 所以我们人生中一直都被催眠当中 任何事情应该都是吧 对 就像是行销厉害的地方 可能也是因为催眠你 对 那如果今天 除了那个意料室的方式 那如果是拍手呢 这不太可能了 这个是侵入式的 拍手对 拍手就是属于比较像是干预式的 嗯 那如果今天它是一个 刚刚讲的嘛 秀里面很常会 变成动物还是猫 那我们今天不讲动物还是猫 好了 我今天向你回到一个状态 回到你某一段记忆里面 我跟你说 接下来你到 可能听到我讲某一个关键词 你才会回来的话 那如果今天那个通灵 那个催眠师没有讲那个关键词 那他会不会就走火入魔 或者是失去控制等等 不会 因为催眠有说 他的意识形态是清醒的嘛 嗯 所以其实你是 你是清醒的你没有睡着 那很多人以为的催眠是睡着 我也以为是睡着 那催眠他不是睡着 催眠他是清醒的 哦 所以其实你还是有自我意识存在的 对 你还是有自我意识 嗯 那如果你催眠别人存在的话 那有没有自我催眠的这种存在 就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催眠自己 其实自我催眠是可以啊 就是基本上自我催眠他就是一种正向 正向的一种概念 就是正向催眠 你对自己说好话 就是每天催眠自己 嗯 例如说你可能今天脾气不好 嗯 但如果你想要改变你的脾气 我们就会说 就是任何时候我都心情平静 哦 对你不会说 我不要发脾气 因为你我不要发脾气 脑袋就会认为你要发脾气 对 对 所以你要说 就是任何时候我的心情都是平静 嗯 所以就对着禁止说吗 对的 就是睡前 就是以我们催眠来讲就是 催眠自己 就是睡前 你说十句正向的 重复 重复十次 然后每 就是每讲一句话 你就折一个手指 折到十个手指 嗯 对 然后就结束 就是你可以每天重复做这件事情 对 然后你的人生就会有一些转变 维持七天 要维持七天 对 这是有什么根据的吗 就是第一个说正向的 嗯 正向的就是你有一个目标性 你有一个目的性 你知道你要做什么 嗯 然后去折手指是强化这个暗示 哦 对 那我有问题了 我今天如果觉得 自己长得不好看 嗯 我想要让自己变好看 我就不定 不断对镜子说 我今天很帅 我今天下来都会很帅哦 那最后其实 也是可能会催眠成功吗 对 你就会变得有自信 你就会觉得自己 变帅了 或者是你可以改成说 就是 嗯 我接纳现在的自己 爱自己 也可以 哦 你就不会可能觉得没自信啊 或者觉得说 讨厌自己 嗯 这个我觉得蛮实用的 它其实是一个蛮正面的疗愈方式 所以大家是可以学起来的 对 对 但我觉得不只是刚刚讲的 可能是外表啊 还是你感情不顺什么之类 都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嗯 去催眠让自己的心灵状态 变得更好是不是 对 嗯 那如果平时今天我是一个很累的人 就是我今天压力很大 那或者是我今天有些坏习惯 那我可以透过催眠来改掉它吗 可以 其实这现在在台湾也在做 嗯 对 就是例如说戒烟 减肥 因为台湾就是有一个医师法的观念 所以有些东西只能医师来做 哦 那其实催眠的同学有一部分都是医师 嗯 对 或者是心理智商师 所以如果是 我我想要戒烟好了 比如说有抽烟的人他想要戒烟 那催眠的过程中通常会做什么事情啊 催眠的过程通常会去强化嘛 就一样正向的 跟你说 可能 我每天 嗯 就是会告诉 就是他会有些暗示的题 例如说 嗯 每天抽20根烟已经太多了 嗯 就一样告诉自己重复告诉自己 那他有一个循环 然后去检视 你抽烟的量有没有减少 嗯 对 哦所以就是一步一步 他是没有办法一次就解决的 没办法 那通常要多少天啊 就是比如说真的有烟影非常严重的 一般来说要催眠几次 那就要看你烟影的程度啊 哦 所以最短可以可能真的就三天就解决 三天不太可能 所以至少都还是要可能七天以上 或者是一个月啊甚至更久啊 哦 因为我据我所知催眠不是一个便宜的疗程啊 嗯 也是蛮贵的 所以如果要催眠那么多次的话 感觉大家可能就会觉得 蛤那我干脆去找医生就好啦 就是西医啊 或者是一些中医啊 直接去调理 那会不会有这些部分的争议啊 就比如说嗯 西医跟催眠是会不会有打架的问题 基本上会做催眠的有一大部分 就是会做一些催眠治疗行为的 他都是西医在做的啊 哦 所以哦 是这样子 反正是中医可能会觉得这个不可行这样子 对 那你有没有曾经跟某个医生就是有交流过这一块 你没有发现哪一部分真的是有连接在一起的吗 所以科学上面是真的可以通的 嗯 科学上真的可以通的 基本上他们就是相辅相成的嘛 就是一方面灌输你一些正面正面正向思考嘛 然后一方面就是提供借引治疗嘛 嗯 所以如果今天反正有什么病的话 除非是一些什么重大癌症 我们其实是可以透过真的需要那种医院去治疗的 那如果今天比较偏心理需要去治疗的部分 是完全可以找催眠师的 对 哦 好 那如果催眠这一块 老师你觉得未来它是有阶段性嘛 比如说催眠也是有分等级的 嗯 那催眠最高等级会是什么样的状态 指的最高等级是什么 就比如说催眠师他一开始可能催眠只能催一些比较浅的意识 那会不会升级到最后的时候 他会是成为一个什么催眠大师的时候 就真的比较可以有不一样的呈现 催眠的话它就是看你的催眠的敏感度啦 就是它跟催眠师可能本身催眠师的经验可能有关联 但主要是你的敏感度 你能够被催眠的等级不同 嗯 对你的催眠深度是不同的 哦 所以还是要看个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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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如果大家呢 今天想要尝试催眠或者是自己有一些心理过不虚的关 其实是可以透过催眠的方式来治疗的 那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老师呢 老师现在有自己的IG 对 那你的IG是 EDNTROT就一等塔罗 那就可以找到老师了 是 那预约也是可以在上面预约吗 是 好的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陶罗斯一等老师 不要忘记在这个独占一个月的时间里面都要锁定百无经济独占计划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钟只在飞碟联播网